哈喲的名字,再次收看我的名字,神獸迷3分32集 今天我來分享一個小玩具,是來自Transformers Hunt for the Decepticons 裡頭Scout Class的這款Insecticon,就是昆蟲金剛追擊狂派系列的S級小玩具 那它並沒有一個就是特別定義說它是昆蟲金剛的哪一個角色 就直接是用Insecticon這個名字來統稱它 OK,那這個角色的話它在電影裡頭其實是有登場的喔 但是它並沒有變形成這樣一個人形態 就是單純以一個蟲型去做一個登場 然後我記沒通常應該是在Sam他們的逃亡 就是沙漠裡面逃亡的時候,躲進一個小建築裡面 然後Starscream跟一些雜兵在找他們 但是一開始都找不到,然後最後就是狂派派出了這個Insecticon 然後就飛進去那個Sam他們躲藏的建築物的小洞裡面 然後就發現了他們,但是Sam其實也有發現這個小蟲 所以就抓住它,然後就把他的一個頭整個,我記得應該是頭啦 就整個拧下來,所以算是一個說明沒有那麼短暫的小角色 然後也沒有實際的變形 不過對於整個電影的推進還是有達到它的一個效果 所以官方有特別去做這款的一個玩具,真的是 我自己是很喜歡喔 那當年這種電影第二集啊,或Hunt for the Decepticons 那個時候推出了這些Skeld Glass小玩具 就是算是當年比較沒什麼人在乎 是因為那時候電影熱度還很高 大家主要都是想收一些電影裡頭的重要角色嘛 然後光收一些主要角色就已經收不完了 那這種小玩具可能就會被大家遺忘掉 但是放到現在來講的話,這些當年的Skeld Glass 官方真的是都很用心在設計它 每一款真的都是精品 幾乎啦,幾乎每一款都是精品 然後要嘛就是一些漫畫裡面登場的角色 不然就是這種像電影裡頭登場的小角色 所以在現在官方這種Studio Series系列的話呢 要再重新做推出,我是覺得比較小困難啦 就是頂多像這個小蟲的話,如果要推出也會是 我覺得啦,也會是那種小軟膠 然後就隨便給你塞在看哪一個角色裡面 就給它湊一下,然後就給你做一個推出 就不太可能會再特別設計一個 可以完整變形的一個玩具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收藏價值還算蠻高的 而且當年這些Skeld Glass放到現在來講 就是電影系玩具掉價掉很兇的這個時段 這些S級別的小玩具,算是價格維持得比較穩定的喔 就是如果比較搶手一點的模具 可能可以被炒作到1000多塊錢 然後如果比較普通的角色的話呢 就是大概也可以價格落在現在官方 Deluxe Class的預購價格就大概六七百塊錢那邊喔 所以真的是蠻特別的一個現象吧 那我喜歡這款的話 其實我在幾年前就已經有去試著到版上整整看 但是並沒有成功整到 那後來的話是在前陣子 就是剛才有看到一個競標文有人丟出來 那那時候我其實是沒有標到 因為我看到的時候價格已經是被標到了七百多塊 然後我就想說那我就標個八百 八百就是我底下 因為這樣一個小玩具 你說你要賣到更貴我是沒有辦法買啦 所以我就標了一個八百 我想說那有得標就有得標 沒有得標就算了 沒想到那個 我當初那個標的競標文 最後是被炒作到好像1100還是1200 就是 就當然那個玩家可能很想要得到 那就給他 我們就不特別去搶標 但是還好那時候沒有硬去跟人家衝喔 就是 隔個幾天吧 我有一天比較晚睡 大概兩三點的時候半夜 然後我就花手機看一下臉書 沒想到就跳出一個文 就剛好那個時段有賣家丟上去這款玩具 二手品 然後是美版的這隻 那買六百五十塊錢 然後我就馬上把它給收回來 就秒收 真的是秒收喔 就非常感謝這位賣家 讓我用一個我自己覺得比較OK的價格 得到這款我曾經很想要的一個玩具 那大概就是這樣吧 後面好像我發現 算是 這個這種 台灣的便宜社團 比較特別是說 比如說有一個人丟這隻的神物 然後開始就會接二連三丟 就是一堆人都要開始丟賣這隻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那種奇怪的現象吧 結果我收到的隔天 欸是隔天嗎還是 隔個兩天兩三天 然後就又有人丟這個的一個禁錶 然後就是這隻美版 然後它跟日版兩個一起錶 那後來好像是一千五錶出去吧 所以就一隻七百 還是一千四 我有點忘記 反正就是大概都是這個價格啦 我自己其實是比較想要日版的這一款 因為它日版它是 顏色比較深一點 然後後面這個翅膀的話 是比較接近茶色的 這個美版的話也好看啦 但是我是覺得日版的更 就是整體看起來質感更好 那這個美版的話 它是身上 主要是這種 有點橄欖綠的 塑膠成型色 也是蠻特別的啊 那後面就是翅膀的這種 有點藍綠色的一個呈現 上面有一些亮粉的感覺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它的一個鼻底好了 拿出這個現在官方 Core Class的玩具 就大概是以前Scale Class的這個大小 這個傢伙在當年算是S級裡面比較小隻的存在喔 就是給大家稍微看一下比例 然後我們再拿出近期官方這個 Studio Series 就是這一款Sideways 給大家做一個對比 就是現在官方Delux Class的玩具 大概是成形這個樣子 那我們再來看到它的一個細部的話呢 雖然電影頭它並沒有變形成這個人形台 但是我真的是覺得這隻這個人形 它設計的非常有特色喔 四隻手 然後整個就看起來超激型的 我自己真的很喜歡這個人形台 就是越稠越喜歡 真的真的是 就大家自己看就會感受得到 它真的是非常非常 強烈風格的一個 蟲型的 就一看就可以知道它是變成一個 奇怪的昆蟲吧 那頭部的話就是長這個樣子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有一個 紅眼睛那是一個球形關節 然後手這類的可動是比較怪 它這邊可以稍微這樣動 然後這裡的話是 這裡有一處關節可以旋轉 那兩隻手分別根部 這裡都是一個球形關節 那球形關節下面這邊應該算是二頭肌吧 也是都可以做轉動 然後手肘彎曲的話 也是可以做到的 蠻大的幅度 那腰的話就 小彎曲就不要特別要求腰轉了 然後腳的話呢 也是一個 髋關節是球形關節 這裡有開一個很軸關節 膝蓋彎曲 也是可以到這樣子的一個程度 那腳掌的話呢 就是可以稍微這樣前後動 那後方這個翅膀 翅膀這邊 先根部這裡也是一個大的球形關節 但是就是真的是偏緊 所以我轉起來是稍微有點便扭 那就是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整體的一個感覺真的是四隻手臂 然後又長得這麼醜 就 讓我超心動 真的是超喜歡 後面的話就背一個這個床殼的部分 然後有這種小小的Desepticon的logo 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接下來給大家示範一下 那個變形過程 我們首先先把它的一個腳步這邊 給它捏起來 就是它的一個前腳跟 跟後腳跟的一個部分 然後再來我們處理一下 它的一個上面 上面這個的手的部分 主要就是要把它的一個球形關節 這一代 我們把它開口朝後方 像是這個樣子 朝後之後呢 再把整個手臂的部分往前轉 然後四隻手都是要做相同的動作 一樣它這樣子變形的話呢 到時候開口朝上 這個重型態下腳的一個姿勢 才會站得比較自然 就是 可以讓它有一個稍微往上彎 然後腳再延伸下來的一個感覺 這個球形關節有點緊 可以配合一下嗎 OK 好 轉成這個樣子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這個胸口整塊 包含那個手臂這裡這個灰色的一個部件 往上提 利用這處關節 整個的往上提 OK 往上提 提到這樣子就先放在這邊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那個頭部這裡 整個的往前推 往前推之後 把它那個人形態的頭 往後翻折 然後就可以把它重新開這個頭 給它抬起來 抬起來之後 我們就捏住 從那個屁股尾端這裡 整個的把它 後半部這個地方 翅膀 沿帶後面兩隻腳的部分 後面四隻腳的部分 往下放 那往下放之後 這邊又有重點一個卡扣 就是說 我們可以看到它這裡這一袋 灰色這邊 是有一個小滑槽的嘛 然後對應這邊 會有一個小小的凸起 兩邊都有一個V字形的 那我們就是要把它給繞過去 然後塞到這個縫隙裡面 兩側都是相同的動作 塞進去它就會形成一個V字形 這樣子的話它就扣穩了 就是下半部這個腳的部分 都不會到處亂晃 那再來就是一些細部的調整 這些蟲的腳啦還有翅膀的部分 然後它站到一個你自己覺得 比較喜歡的一個姿勢 這個蟲腳應該是要張立起來吧 最後還有一個就是 大家比較容易漏掉 我剛剛也差點漏掉 就是這個地方 屁股它這裡 它其實是有一個凸起在這邊 然後我們可以稍微把它給往下摳 這一袋就會把它屁股的一個小空洞 給它填補起來 讓它變得比較圓滑這樣 這一點的設計真的是很用心喔 OK那稍微檢查一下 調整一些你喜歡的姿勢 將來這一款Ninsecticon 就算是變身完成啦 昆蟲形態現在真的是做得很漂亮喔 我自己覺得算是已經蠻還原電影裡頭的一個 我對它的一個印象造型 尤其頭部這一代真的是做得蠻像的喔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 算是獨眼的一個造型吧 然後有這個黃色的一個塗裝 那前方這邊一些小觸角的一個部分 這個頭的話你是可以如果要稍微 上台也是行 就看你想要它擺在一個什麼樣的角度 那給大家稍微看一下體型 算是變起來比我想像中來的大一些 就是Jurassic Park聯名的遊人車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比例喔 那整體拿起來就是 看起來就是非常 當然它沒有到1比1就是說跟電影裡頭 電影裡頭這隻蟲是非常非常小的 我比較建議那種稍微山上會看到那種比較大的蚊子 或者說是大概蒼蠅的那種大小 比較接近啦 那這個傢伙的話是 顯然是如果要跟人比的話是做得太大的 但是我覺得真的是做得非常的漂亮 我真的看起來 OK 大家稍微看一下 後方的一個地方 屁股的一個刻畫 這一代啊 細節呈現真的是很漂亮 然後有這種銀色的一個 它不是那種很亮的銀 其實帶有一點點 稍微比較偏黃的那種銀色塗裝 那也是有一點霧面的效果 很漂亮真的是很漂亮 那上方這邊就是這個翅膀的一個部分 我覺得日版的一個茶色會更加的好看啦 但是這個美版的話也沒有到很糟糕 那我原本其實一直以為 它這個地方的關節其實應該是這裡一個球型關節 然後這一處這個 就是透明件的地方還可以再另外這樣子翻著 但其實沒有它就是一整塊部件是透明的 然後這個地方 對吧應該是 一整塊部件是透明的 然後這個地方再去做一個金屬色的一個塗裝 所以 算是我意料之外的一個狀況 OK 那大概就是長這樣 非常非常推薦大家 大概變形不是到多麼的精彩 但是就是這個蟲形跟人形態 我都覺得長得非常的畸形喔 就是 算是我自己很喜歡啦 我自己看到會很喜歡 那也是有它的一個很重要的收藏價值在啦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價格 我覺得五六百六七百 如果你可以 願意花大概七百塊錢的話呢 購買到這款玩具的話 我是覺得蠻值得的 但是主要還是看你啦 因為它算是一個蠻小隻的玩具 精彩歸精彩 但是這麼小隻 我還是許覺得你自己能不能接受它是這樣子的一個價格 那有機會看到不錯的價格 推薦大家可以把握機會 它這款玩具可以購入 真的是完全不會失望 但我不建議最高啦 如果一千多塊錢 當然如果真的很想要是可以考慮 但是 一千多塊錢買回來還是會覺得 好像有點 說不上來的奇怪吧 我是覺得沒有值那麼高的一個價格 因為它不是說 很厲害的變形或怎麼樣 只是單純的一個 角色的一個特別 造型的一個特別 會吸引人喔 那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就利用這期時間 和大家來分享這個 我自己算是 兩年前吧 兩三年前曾經有找過 沒有找到 沒想到現在緣分來了 就把它給做一個入手 那就是 大家跟大家進行當地圖 謝謝收看 我們下期再見囉 掰掰